一星期一本书 你把我在意 最舒服的关系 永远都是对方给你的安全感 这种安全感 是通过长期的积累 互相的信任 彼此的在乎而形成的 这个世界 有没有这样一个 让你觉得安心的人呢 最舒服的关系 是被决心安 世人故城说 风在接她的叶子 草在接她的子 我们站着不说话 就十分美好 让你心安的人 有她陪伴在你身边 就是岁月静好 你们闲手一路走来 经历过很多坎坷 可是她从没有离开过 你们经过扎西相处 曾经有很多争吵 可是她依旧在身边 这个世界 人心易变 是她眼凉 身边的过客很多 为你停留下的人很少 为你停留的人 真的保持今年不变的 也没有几个 最舒服的相处 莫过于 有些人只要在你的身边 你就会觉得温暖 有一些人一直把你陪伴 即使再大磨难 也心甘情愿 如若有这么一个人在 相处最舒心 心里最安心 每个人都有身翅膀 互相拥抱 变得飞得很高很远 即使她有时候 不回你的心息 你也能笃定 她不是没看到 就是忙到不可开交 因为生活中 你对她很信任 没有半点怀疑 她也能让你信任 没有一次敷衍 信任不是一朝一夕 而是今年累月 能信任你 并值得你信任的人 是生命中 最贵的珍宝 也是最让你有安全感的人 最舒服的关系 是一切随缘 看到过这样一句话 觉得身以为然 我讨好了所有人 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其实当我们决定 去讨好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已经没有了自信 直到对方想走 于是通过讨好的方式 做最后的挣扎 讨好有用吗 如果有用 就不会让你 委屈得若惊若离 渐行渐远 如果有 就不会让你 心痛地撒谎欺骗 日渐敷衍 讨好无疑是无用的 苏存说 宁可孤独 也不违心 宁可抱憾 也不将就 千万别赔上自己的尊严 去对一个人小心翼翼 因为这样的结果注定 不会被人珍惜 不要违心做自己 该怎样就是怎样 真心你的人 喜欢你本来的样子 而不是伏地做小的样子 绿皮书里有一句台词说 这世界上 有各种各样的人 恰巧我们成为了朋友 这不是缘分 是因为我们本来 就应该是朋友 该来的会来 该走的会走 是你的 终究是你的 不是的 强求也无用 一切随缘的感情 永远都是最舒服的 他走 你不去以各种理由捆绑 他来 彼此都会心话怒放 心甘情愿的 才是最好的 相互珍惜的 才是长久的 你说呢 可 Mum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 你 pak собственно 你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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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甘情愿的 哎呀 你不相信